面包也可以养生又有创意 这家隐身在办公大楼里的面包店 将自家在澎湖养殖的新鲜海藻 加入了面包里面 外皮酥脆 内里湿润 健康又养生 一到下午热乎乎的面包出炉 不少婆婆妈妈或是附近的上班族 都来抢购 这里面包超级抢手 下班晚就只有空空的面包柜来欢迎你咯 我们都会事先打对话来丁 因为我们还蛮常来 都已经知道他们可以先订了 所以就不怕会没有货的状况 店里人气秒杀面包非洋葱 吐司莫属 最常见的吐司面包 却因为实在的用料而大放异彩 烤了金黄的面体上层铺满洋葱 内馅的火腿和乳酪丁 让吐司一点都不单调 乳酪都刚刚好的软硬 比外面的还要柔软 那吃起来的味道也比较浓郁一点点 热卖的面包还有这一款海藻拖鞋 外皮焦脆 里面湿润 核桃的香气搭配海藻的咸咸的海水味道 完全没有一般人害怕的海藻腥味 它吃起来口感有点酥酥的 就比较有嚼劲 不做凤梨酥 反倒将本土食材做成有嚼劲的欧式面包 法国老面和乡村面团混搭做出的欧式面团 新鲜的凤梨入馅反而格外香甜 董事长刘天和原本从事半导体产业 因为癌症大病出癒 在澎湖外海自养有机食材 不讲利益 只为了理想 坚持给消费者最好的 让这家在办公大楼里的面包店 持续散发面包香 想要知道还有哪些美味的特色烘焙吗